大家好,我是Gun 有一天呢,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 他看到我的影片嘛 他就问我 啊Gun啊 我想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你制作的那些影片呢 通常都没有那种好像电影那种的预告片呢 就是trailer 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的影片呢是我生活中所看到的东西 so 因为也不是一个电影嘛 所以我认为不需要有那个预告片啦 然后如果你要把一个影片或者视频呢 你分个成 从一个影片呢你分个成三到四段的影片来看呢 如果就是为了呢有那个流量 就是说要有人 要有很多影片啊 给人家看啊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啦 哦 你试想想 如果一支影片 你从变成 啊一个蛋糕 你把它切成十六份 那么每个人所看到的东西 都很少嘛 那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 哦 也不需要去让看我的影片的人觉得有那么多 那个不一样的片段 虽然我知道流量有重要 但是我认为我不需要为了流量 一些流量 特地把一支影片呢 切成十六块影片 或者十六份蛋糕做个比喻啦 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我想分享我所看到的一些资讯啊 一些风景啊 一些画面啊 和一些人数 所以我就把它录起来 哦 如果时间不允许或者不过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录一年也无所谓 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看着那些我 那些影片啊 跟视频啊 然后 以及是 能够明白我在影片中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啊 比如说一些自救的方法 然后一些制作影片的做法 然后一些想法呢 等等的事物啦 虽然我觉得有时候 啊 可能别人的 别人的影片 他的 他的可取之处 但是 啊 我相信我的影片也能够帮到大家 啊 关于一些做法啊 一些看 方法 一些方式啊 啊 啊第三呢 就是 其实在制作每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弄的 好 来制作 所以每一支影片他都需要有那个储存空间嘛 就是那个memory space 好 就算你是一分钟的影片都好啊 当 你把一支影片 啊 分成三到四支的影片的时候呢 你所用的那个影片呢 那些你所制作的影片呢 那些影片呢 你就 需要 需要有更多的那些储存空间 来储存你的一些视频或者影片哦 所以 你能够把它做成一支影片的话 为什么你要弄成三到四支呢 然后第四呢 就是 其实 我 所看到的啦 就是 每一支影片的制作过程当中呢 它就像你的人生 哦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 不是 不是每一件事情啊 都会有第二次的机会 哦 就不像你在玩游戏啊 是 game over 之后呢 还能够重新来过 重头来过 如果 如果你的人生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就是 能够重新再调整回的话呢 其实我相信 啊 很多时候都会有啦 哦 如果你能你能够遇到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就是 你能够把一些事情再 纠正再调整回去 啊 就是因为 很多事情 都是 没有第二次机会嘛 啊 所以我就认为说 啊 如果你能够 在当下 把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你应该做的事情 弄好 做好的话 你就好好的不要 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完成吧 啊 不要有 留下一些 任何遗憾啊 或者是一些 可能 觉得 啊 有一些事情你做的不好 啊 当然 你可以 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把它做得更好 把它完成得更好 也是可以的 哦 然后 因为明 明天 还有 其他明天的事情要做嘛 所以 你把这些东西弄好了 之后 你把你今天 你现在 应该做的东西弄好的之后呢 那么 就不会担任到明天 你其他 你想做的事情嘛 好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了 那么 今天的话题呢 就分成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啊 我的影片呢 是我生活中 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 啊 因为不是一个电影嘛 所以 认为不需要有 那个预告片啦 然后 如果你要把 一个影片 或者视频呢 分个成 嗯 从一个影片呢 你分割成三到四分的影片来看呢 如果就是为了 那有那个流量 就是说 要有人 要有很多影片啊 给人家看啊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啦 哦 你思想想 如果一支影片 你从 变成 啊 一个蛋糕 你把它切成十六分 那么 每个人 所看的东西 必须很少嘛 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 哦 也不需要去 让 看我的影片的人 觉得有 那么多 那个 不一样的片段 虽然我知道流量有 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 我不需要为了流量 用一些流量 特地把一支影片呢 切成十六块 影片 或者十六分单稿 做个比喻啦 啊 第二呢 就是因为我想分享 我所看到的一些资讯啊 一些风景啊 一些画面啊 和一些人数 所以我就把它录起来 好 如果 时间 不允许 或者不够的话 我觉得 不需要录一点 也无所谓 就是 希望做大家 能够开心心的看着 我 那些影片啊 跟 视频啊 然后 以及 能够明白我在影片中 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啊 比如说一些直接的方法 然后一些制作影片的做法 然后一些想法啦 等等的事物啊 虽然我觉得 有时候 啊 可能 别人的 别人的影片 他的 他的可取之处 但是 啊 我相信我的影片 也能够帮到大家 啊 管理一些 做法 一些 方法 一些方式啊 啊 第三呢 就是 其实 其实在制作每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弄的 好来制作 所以 每一支影片 他都需要有那个存存空间嘛 就是那个memory space 然后就算你是一分钟的影片都好啊 当 你把一支影片 啊 分成三到四支的影片的时候呢 你 你所用的那个影片呢 哎 那是你所制作的影片呢 那些影片呢 那些影片呢 需要 需要有更多的那些存存空间 来存存你的一些视频或者影片哦 所以 你能够把它做成一支影片的话 为什么你要弄成三到十支呢 那就是呢 其实呢 其实 我 所看到的啦 就是 每一支影片的制作过程当中呢 啊 就像你的人生 啊 就是 不是说 就是说 不是 不是每一件事情呢 都会有 第二次的机会 啊 就不像你在玩游戏啊 是 Game Over 之后呢 你还能够重新来过 重头来过 如果你的人生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就是 能够重新再调整回的话呢 其实我相信 啊 很多时候都会有啦 啊 如果你能 你能够遇到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就是你能够把一些事情再 就正再调整回去 啊 就是因为 很多事情 都是 没有第二次机会嘛 所以 我就认为说 啊 如果你能够 在当下 把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你应该做的事情 做好的话 你就好好的不要 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完成吧 啊 不要 留下 一些任何遗憾嘛 或者是一些 可能 觉得 啊 有一些事情你做的不好 那 当然 你可以 在 接下来的日子 做得更好 把它完成得更好 也是可以的 啊 啊 然后 因为明 明天 还有 其他明天的事情要做嘛 所以 你把这些东西弄好了 所以 你把你今天 你现在 应该做的东西弄好的时候呢 那么 就不会担任到明天 你 其他 你想做的事情嘛 啊 啊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啦 那么 今天的话题呢 就开始到这边 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啊 你 啊 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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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 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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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爸爸